方力申宣布會在11月5日挑戰香港環島遊 全程有45公里 爸爸媽媽和師妹歐凱淳都有現身支持 話就說為慈善 但你這麼久沒操,行不行 其實我現在最長是游到8公里 抱歉,8公里是分段 一口氣是7公里 但其實我7公里已經好過我之前很多 我半年前一跳落水是由400米 我已經全身酸軟了 我現在可以連續由7公里 但我停不是因為累的 所以我還有課 原因是因為很悶 又不能玩電話,不能跟人聊天 不能聽音樂 所以真的要憑意志 憑天氣才有機會完成 所以我覺得很興奮的地方 就是很多個迷 就算100公里的那些藝衡者 你也有機會睡覺 我沒有機會上水休息 中間可以吃東西都是踢著水游 踢著水休息 所以我覺得是很刺激的 可以這麼說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覺得我會用心去練 游得完是一個很大的成功 但游不完我也覺得是很大的新聞 看看到時是哪一個新聞 至於方媽媽就說 方力申都快40歲了 有少少擔心她體能不行 其實我真的沒有覺得 自己身體機能是差了的 因為始終很多人說 現在其實運動的年齡是長了 去到45歲都還可以有好的表現 有些人說跑馬拉松 遊場距離其實30幾40幾歲 是最好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覺得自己還是OK的 但是始終我們現在要游海 那個變數會太大 所以真的到時都應該可以的 做善事應該OK的 這裡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